一想到补钙不少人就想到喝牛奶 不过营养师揭秘 传统豆花钙质含量是牛奶的好几倍 不过却有人发现 超商卖的豆花钙含量竟然是零 传统豆花之所以它的钙含量会比较高 是因为凝固方式是使用石膏 小锅的蒸煮 可以制作大概石锅的豆花的量 我们大概只可以制作一锅而已 这是我们传统的手工豆花 看起来细致又绵密 传统豆花会用盐乳或是使用石膏硫酸钙 让豆浆凝固 反观一般超商豆花 其实是使用吉利丁洋菜粉当作凝固剂 实际找到某款成分表一看 确实有碳酸钙 但同时也加了洋菜粉 营养师指出考虑补钙就选传统豆花 因为每100克就有300毫克的钙质 使牛奶的三倍也是豆浆的25倍 一般传统豆花它里面的凝固剂 其实有分不同种来源 有含有硫酸钙质 有含钙量的东西 它的钙含量才会比较高 当然想补钙不止有豆花 有营养师指出六种蔬菜钙含量 竟然也比牛奶还高 常见的法菜每100克就有1187毫克 是牛奶的11倍 紫菜每100克也有342毫克 该值是牛奶的3.4倍 其他像野线菜 芥兰 黄地菜 以及番薯叶 都比牛奶还多 一天然后有1000毫克的钙含量 早上一杯奶 晚上一杯奶 其实是蛮容易就可以达成的 想补钙除了牛奶 吃对蔬菜也是不错的选择 但就是别猛吃超商的豆花 因为吃再多也补不了 就这里新章体育台报导